重大的社会消息来关系 应成吉九年之久的花莲五子命案 在今年六月发现了两具白骨 已经证实是刘志勤 林真米夫妇两个 那么宣告结案 我就在当时城市地点发现了塑胶绳 跟一罐农药 让他们的死因众说纷纭 现在最新的毒物报告已经出炉了 死因确定是服农药中毒死亡 今年六月花莲这名男子上山打猎巧遇 两具白骨急忙报警处理 而检警也立刻将骨骸送去化验 最后结果验证 法务部证实 成吉九年的花莲五子命案 正式宣告结案 由于当时白骨城市地点旁边 发现了一条黑色塑胶绳 还有一瓶农药罐 究竟是上吊还是喝农药青生 众说纷纭 经过将近三个月时间调查 毒物报告出炉 两人身上检测出有农药成分 确定两人是中毒休克死亡 两人死因确定 但五子遭杀害的真相 却随着夫妻俩的死 石沉大海无法完整评凑 记者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